如果这一届金像奖真的让我有幸拿到最佳女主角的话 是完成了我18年以来的一个心愿 一个梦想 我人生中拍了第一部电影 有去参加东京电影节 那个时候 我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拿到最佳女主角 也没有拿到新人奖 所以那个时候就跟自己说 一定要努力 将来有一天还要拍更多更好的电影 能够去参加电影节的 希望自己能够有机会拿到最佳女主角吧 在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 有那样的好成绩 因为虽然我没有拿奖 但是电影当时有拿到最佳评委会大奖 可是那部电影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拍过能够去参加电影节的作品了 我就再也没有女一号可以演了 所以至此是我的人生中第二部女一号的一部作品 这中间我等了13年